李铁被查第九天 竹鞋成虚员再去举办大会 李肖鹏成为领队 然而庄家球迷却非常的不满 纷纷提到要全国海选才是最公平公正的 因为对于中国足球如今的战队 大家会发现 那么现在遇到的问题确实有点大 因为随着李铁被调查了之后 如今隔了将近十天的时间 也就是又来到第九天 那么现在我们国足的战队 还没有选出新一届的领队人 还是由我们的李肖鹏来带队 那么李铁他进去被调查了之后 现在要不要更换新一套的人选 根据这位竹鞋的主要赖头人 程虚员他的安排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12月的7号 将会举办足球的团队 重新的一轮选拔 说白了 接下来运动员的开会 将会重新选出一套阵容 包括教练组的团队 还有运动员都要重新选拔 其实提到这里 很多资深的球迷都明显能够看得出来 以我们现在国足的情况来看 哪怕说重新选拔出一套阵容 但如果说大部分的运动员 大部分的教练组团队 没有做出调整 或者做出纠正更换的话 其实最终的结果大概率还是比较尴尬的 那么提到这里边呢 我们的程虚员作为带头人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呢 我们接下来呢 举办了这一个运动员的 重新选拔的这个大会 重新组建 重新来挑选 到底该怎么去执行呢 其实提到这里之前 我们必须要搞明白一件事情 必须要处理好一件事情 那就是 李铁如今呢 他被查了之后 据了解严重违规了 那么这个事情的背后牵扯的一些球员 据了解 李铁呢 也是供出了三个人以上的 接下来这个事情 一定呢 要查个水落石出 不然呢 对我们接下来国足的比赛呢 确实要面临更大的挑战了 那么首先 我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个事情 到底水违规了 做出了哪些事情 必须得更改 纠正过来 第二个方面呢 那就是接下来全新一届的国足 到底怎么去选 毕竟如今的世界杯打的这么激烈 眼看大部分的战队 包括了日本跟韩国 都打进了世界杯的16强了 作为亚洲的邻国 作为代表的战队 我们国足 如今对比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所以呢 国足这边呢 难道说十几个亿的人口 就选不出 11个顶尖的球员 去参加世界大赛 打进世界杯吗 确实 这不得不让人呢 争议不断 所以呢 也正因为接下来 陈锡员 作为主席的带头人 他要去重新组建团队 重新去选拔 那么不少专家球迷 就给出了一个很公平的建议 而且很合理 那就是呢 国足接下来的队伍 教练组的团队 应该要进行全国海选 说白了 在全国各地呢 举行这一个选拔大会 优胜者将会进入到核心的大名当 谁厉害 才能够代表着国足出战 那么大家觉得 全国海选的这个重新选拔的标准 合不合理 重新组建战队 陈锡员该不该利用这个方法 重新调整过来呢 你觉得国足和未来的希望 未来重新更改过来的机会 到底有多大 留言评论区 也谈一谈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